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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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進步的觀念裡面最重要的是 我們身體要保持正確的體態 而且我們的力量要從核心出來 大家知道我們的力量如果是從外面 就是說大腿有力或者手臂有力 可是我的脊椎兩側 脊椎深入的肌肉穩定性不好 活動不好 事實上對我們的身體的運動非常健康 甚至呢我們腰端背後 事實上是來自於我們對我們的脊椎 核心的力量夠強 那接下來我想要跟大家介紹 就是說我怎麼去運用一個 很簡單的動作去強化我們 脊椎裡面的力量 特別是脊椎裡面的多裂肌 褲痕肌接下來再把我們的 髒關節的力量 肩膀的力量整合進來 讓我們身體在活動上面 能夠把我們大腿跟我們的肩膀 透過身體的核心力量 從中心的力量發揮到脂肌 這是我接下來要訓練的主要 那我們請一個教練來示範給大家看 那我們第一個動作呢 要介紹的是核心的力量 也就是我們在腹部裡頭呢 最重要的力量 在脊椎最中心的多裂肌肌肌去穩定 讓我們身體能夠像一片鐵片一樣 去搭做一個牆 我們就做正面的大牆 我們跟教練示範一下 好 up 起來 好 各位可以注意到這幾個重要的動作 第一個是當我把身體像一個平板一樣 跟地面水平的同時 事實上我們的腹部是緊縮的 他的觀念好像我的肚臍呢 接近在我的肌椎 會要貼到我的肌椎 而我的肩膀 我必須要往下頂我的地面 讓我的肩膀是有很強的穩定能力 接下來我的身體不能往下垮 所以我必須要有很強的髖關節能力 下去支撐我的全身 所以這是一個 從我的股部核心 肩關節一直到髖關節 全部必須要有一次性的穩定能力 能夠做好的動作 這是第一個是我覺得最重要的核心訓練的一個動作 OK 那我們請我們的教練再做第二個 第二個動作就是側面搭長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側面以外 我們必須要把側面的力量整合起來 接下來的動作就是把我身體斜躺 接下來把我的髖關節往上抬 離開地面 讓我的躯幹也是一樣成一個直線 跟我的地面成一個斜角的角度 變成一個穩定的躯幹的力量 我的肩膀 我的肩膀 到我底下支撐的肩膀 成一個垂直的力量 往下撐 肚子鎖住跟剛剛一樣 我們的髖關節呢 必須要用側面的力量去肯定 讓我的身體維持一個側面斜的角度 維持最起碼要30秒鐘 我會用一分鐘 OK好我們算下一個動作 接下來是玩我們身體的